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生在湖南省的韶山村 卓越的瑞典首相Yoran Pashum出生在Ving Orker, Surmland 毫无疑问,这两个革命圣地都是全国最美丽的地方 在Ving Orker,自1920年以来,社会民主党就成功地掌握了政权 Ving Orker,自1920年以来,社会民主党就成功地掌握了政权 社会游客是不好的 但为追求思想道德而来的游客 是受欢迎的 这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被特许的游客 在这里接受思想的洗涤 在Forkheim的故居 他们将认真地学习 是什么让Lioran Passion 成长成为一位 坚强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幢房子有93平米 是修建的 是用ethnic 非常坚固 然后还中看 没有任何aspect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Passion那么样的 这样强 很久以来 火车已经不在Ving Walker停了 但自从伟大的Lioran Passion 当上党主席和国家首相以来 铁路交通又重新恢复了 这是为了满足广大瑞典人民 一年多次的来到这个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圣地 进行朝拜 今天Ving Walker是一个模范社会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让人忧虑的分子出生在此地 比如那个令人生厌的辩论家 Joran Greed 他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 但总是对伟大领袖进行攻击 还有那个不修篇幅的环境分子 Biliab Lau 以及资本主义的代表 Gunner Helene 这些人都是让当地村民令人感到耻辱的名字 Gunner Helene 无法无天 人民共鸡 Biliab Lau 满面呼吸 污染环境 Yoran Greed 人还不说 说话总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